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句话说 审美确实是绝症 它绝症的概念是只能到下一代人去感觉 设计其实它更多的情况下是对科技和生活的连接体 但是技术它必须通过一个物的载体才能服务于人 无论是虚拟的物还是真实的物 如果一个产品真的想卖成爆款 它得让人激动才行 它要达不到这个 它是不可能卖爆的 比如说亚洲龙这样一款车 我感觉它就是兼具了设计美学和科技的元素 然后它的目标是给用户提供更加舒适和更高品质的驾驶体验 我们的能力就是说把好东西放在你身后中 给你提供一个进染环然后慢慢地去改变 大家好 我是苏俊 我曾经是一位大学老师 在大学里教授了14年 在北方工业大学担任系主任和副教授 2014年收到小米生态链的感召 加入了小米生态链 然后创立了制米科技 我们的这家企业的特点是在空气净化器领域 是中国的绝对的市场第一份额 然后同时我们延伸到像空调电扇加湿 就是智能环境电器的一套完整的系统 我们核心的竞争力就是用一支非常精悍的团队 然后做极致的产品 其实科技跟设计的关系是特别紧密的 然后设计其实它更多的情况下是对科技和生活的连接体 就这么说 当我做出一个技术来的时候 其实技术是无法直接服务于人的 对吧 我现在说我有了一个电磁波的这种技术能力 但是技术它必须通过一个物的载体才能服务于人 无论是虚拟的物还是真实的物 它都要通过物 所以设计其实就是在做这个连接器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有人说设计是来做界面的 但是这个界面是广义的 它的界面就是意思说 我把技术翻译成让人可以理解和使用的界面 然后服务于人 就是说它设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桥梁 我们可能已经不存在说像一个铁匠那样 就说我关起门来自己就可以打造出一个什么非常好的东西 我印象中当时这个最早菲利普曾经建立过一个非常交叉的一个设计研发组织 其中他们就引入了人类学家 对吧 哲学家 我觉得当时大家可能在外部看说觉得为什么要去这么去做 但长期看发现其实就是这样 它就是知识交融感性理性交融 然后不停地碰撞 然后最后才能产生新的东西 否则的话东西很可能就会沿着一个固定的路径往前走 惊喜就不会产生 如果说我这个公司就做一个产品趴往这一放一卖卖20年 这个我觉得对产品来说是肯定是个不正确的做法 正确的做法是做出来 然后不停地改善它 不停地迭代它 不停地升级它 然后最后让它趋向极致 但是你说极致这个东西 一百分这个东西你永远当不到 设计是这样 设计的痛苦和欢乐都在一个地方 就是你永远当不到最优的结果 因为它不是方程不是树 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它永远是一个趋近 我举个最典型的例子 你现在你回过头来看 十年前或者五年前苹果的东西 你会发现它跟现在的东西 你现在的东西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 但是你会发现它里面的观念是一样 就是底层的观念是完全一样 但是产品本身产生非常大的进步 你说当时我做净化器这一个产品的时候 你知道在做这个产品之前 我是考察过中国进化器所有的产品 只能用丑陋粗糙 反正就是那些次来行 就是骄傲一点说 都没有学习的空间 就是不可救药 就那种感觉 你说这样东西不改变它 你怎么办 你就得改变它 对吧 然后改变的时候又特别有信心 那我简直就是说 我就感觉像一个大学的大学生 在看三岁小朋友做的东西 你这个东西要改变很容易 我不是说要怎么去琢磨改变 而是说我直接做出来跟你不一样的东西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其实 但是你说最后卖的好 老板银喜欢 然后正好生活上在消费上产生那么大需求 那是一回事 那初心就在这儿来的 初心就是说你得改变它 你不改变它 我们后代将来也是生活在这儿了 真的我特别有感触的 就是说我到北欧 北欧的小朋友对颜色的认知 跟我们中国小朋友对颜色认知差异好的 他们就特别的能够从小就会使用那种非常柔和和中性的颜色 原因是后来我发现 原来他们的家具和玩具 是用那种颜色在组织的 而中国其实 我觉得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大街上亮着灯 那个喜岸牙灰太狼那个摇摆玩具 对吧 它是用罐漆就喷的那个啥 那完全是没有任何思考的东西吧 对吧 那我们小朋友就坐在那上面摇摇摇摇摇 你想想他长大了他审美会什么样 对吧 那你要从消费经济上你去跟西方人去竞争的话 你这端上你就输了 因为有一个特别窘迫的现实 我不知道你会看到最近就是说公布了全球100大品牌 就是最有影响力的100个品牌 中国只有一个品牌入榜排名第70位 华为 你知道这世界多么窘迫的 但是我们的GDP全球第二 你知道吗 GDP全球第二 但是一百个全世界一百个老百姓最熟知的品牌 你只有一个 而且排在第70位 你想想多么窘迫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我曾经有一张图特别感动我们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破的房间 破到就是说我觉得是中国最最贫困的那些人的感觉 挂了一台我们的空调 非常漂亮 他下面写一句话 他发那个微博 他写一句话 他说 再穷的日子也改变不了我对美好生活的想法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最最最最最底层 哪怕是最精力基础非常非常差的普通人 他们对美其实有一种渴望 他需要你有些东西去提供给他 对吧 有些东西去触发他 去改变他 就是那渴望都在 可能我觉得移动互联啊 这种高快速的知识传播啊 城乡拉平啊 我就能加速这个过程 所以当时有一句话说 审美确实是绝症 他绝症的概念是 只能到下一代人去改变 所以这个是一个挺挺无奈的东西 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能力就是说 把好东西就是放在你身后中 给你提供一个浸染环境 然后慢慢的去改变 我以前是一名大学的教授 同时还是一个在设计行业 历练的比较久的一个工业设计师 我感觉设计是典型的 科学和艺术的交叉型学科 那么人其实是有多重维度的 比如说他既有科学的 又有艺术的 既有理性的 也有感性的 如果当你在这些维度都有感知的时候 你就会更懂人性 更懂人 然后进而你就可以做出 更符合消费者需求 满足消费者体验的产品 比如说亚洲龙这样一款车 我感觉它就是兼具了设计美学和科技的元素 然后它的目标是给用户提供更加舒适和更高品质的驾驶体验 亚洲龙新款的2.0的上市 它用大胆的设计重新定义了这种汽车的旗舰产品 它用卓越的技术唤醒我们的驾驶乐趣 我们制米科技在创造产品的时候呢 强调的就是极致两个作品 我认为在亚洲龙2.0这款车上也有同样的表现 因为我发现它在细节方面非常的极致 在很多技术和美学方面呢 就非常的可可 具备着所谓双级特质 制米结合的好产品 人跟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人的求知欲 表现出来就是探索 就是人愿意探寻未知 就是人的探寻未知 就是人区分于动物的最本质的东西 因为人不探寻未知 人不可能制造工具 不可能产生科技 不可能是创造造化的 所以你看我们今年推出产品 比去年的产品性能又提高百分之三十几 那你说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小提升 但它实际上就是个探索力的 表现就是原因是什么 我就想让它不停地变好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比如说iPhone或者Apple Watch 上面的传感器惊人的多 你知道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就是某种探索精神 就是它不停地把原来有可能应用的技术往下压 也许第一代就有问题 对吧 比如说我们看到FaceID这个概念 就是FaceID解锁这个 其实它最早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失误率是有的 但到现在为止 可能你这么看着它 就说你可能就是戴着帽子戴着眼镜 然后稍微偏一点 然后按夜中 都没有问题了 那你会发现 其实它就是努力地 让它迭代到一个非常成熟的地方 然后它就大规模应用 当然探索的时候它有成长 它能产生经济效能 然后产生对社会的推动 如果一个产品真的想卖上爆款 它得让人激动才行 它要达不到这个 它是不可能卖爆的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是努力地 把我们的美学设计跟技术融合在一起 才能产生竞争力 好的设计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 甚至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进而影响人类发展的进程 所以设计的一小步 很有可能是改变人类的一大步 我们就在这条路上不断地创新 不断探索 然后汲取各个领域的营养和精华 为我们所用 设计这条路没有尽头 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打破边界 然后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更自由 谢谢大家 我还有些渊源 我在美国当时自驾游租的第一辆车就是亚洲路 给我最大的感觉那辆车就是安静舒适 然后长途驾驶的时候非常好 不疲劳 这款车给我的第一印象 应该我可以形容为叫内敛的车法 首先它不是一个很张扬的状态 但是它的性能它的颜值和它的所有的细节 技术我觉得又是一个高级车的一个内涵 如果买第一辆车可能是颜值 然后买的车要多了 其实还是写性能 因为发现车的性能 还是关系到你生活的品质的